这本书里面它明确的有记载 顺流而下 意义不慎动 过平家山 过钓鱼台 这是我们研究钓鱼台的人 一定要读的 从土地里面证明了 钓鱼台是不属于流球 说得很清楚 五米山一万 这个资料在英国尤金大学 我也去看过 也有这段话 这个的预计在什么时候 我们研究有一个十年的字 十年啊 能不能快点 本届绝对支持 在这里您可以先了解一下 中国国家版本馆一种三分的概况 2023年6月1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家版本馆 中央总管考察时强调 我十分关心 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 也是习近平总 是国家版本馆 立在千秋的标志性文化工程 中国国家版本馆一种三分 中央总管位于北京 名叫文汉格 西安分馆名叫文契格 杭州分馆名叫文顺格 广州分馆名叫文庆格 广州分馆名叫文庆格 一种三分 各具特色又遥相呼应 共同承担着更续历史文脉的众人 那您可以看到在整体的建设要求方面 也是按照了中央藏之名山 船之后世的建设要求 四个馆呢都是属于一山而建的趋势 像北京的中央总管 它就位于超平区的燕山像下 西安分馆位于秦岭的龟房山下 杭州分馆位于杭州的梁鼠仪主公园旁边 广州分馆就是位于广州的凤凰山下 都是这样一个一山而建的趋势 各位知名 高级建筑师首批中国工厂院院士 张锦秋院士主持 主题打造的是大气磅礴的汉塘奉格 那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文基池 古人认为风水之法和水的一生 所以帮我们管从秦岭的泰国之域 引火水进入园区 潺山汽水沿着林间地形 弯颜而下汇聚成了文基池 在文基池的左右两侧 您还可以看到有秦岳轩和飞云亭 两处建筑形成了山水环绕 建筑广位的一样风景 像您正前方看到的这栋建筑 就是宝藏中心 最上方就是主阁文基阁 那您这边看到最高的山峰呢 就是秦岭龟峰山的主峰 海拔有1528米 西安国江榜木馆就是背靠着秦岭的龟峰山 一山二山 我叫他们先下来 好 先到这里 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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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等 可以借我爬一下吗 你不来 我拍到你 好 看我这里 一二三 再一半 一二四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这边书墙主要就是藏展一体的区域 边展示 边点藏 等 在这个书墙的后方呢 就是宝藏区了 主要有67个储藏单元 那边就是以收藏为主 成都西楼 他做成都支付 收集了苏西楼行书 凯出草 三十条 刻在那个成都西楼外 原石已经毁了 现在称了宋人书 宋人课 宋人塔牌的顾文 这是国家版本馆的正管制法 你看 展示的这个是 序立人行 我们知道杜甫写长安有没有立人行吗 三月三日天气心 长安水边多立人呢 这是苏式的一个西组 序立人行 这个呢是清代画家 小和女史吴上西的 绘制的东坡立基督 书在斗立脚山木鸡 这个 是民国大祖宗徐世昌的劲儿 徐世昌的提拔 一首七言诗 朗朗天文下酒店 人间人间离行链 水入村 当年 区域城隐居河南 未先水入村 他的手机 我去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祖宗徐世昌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祖宗徐世昌 主要大祖宗徐世昌 一共是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 但是现存呢 全世界只有四百多次 在七个国家 中国大概有两百四十一册 它是当年 冬季皇宗徐世昌的三天人 五年超成的一步 它有三年七一字 包含经测自己 包含人物非常全面 非常全面 可惜现在呢 尤人的正宗 现在一本没见 现存的四百多次 不到原来 总数的百分之四 还都是家境的富 家境皇帝超的富 这一次叫二二六八卷 到二二六九卷 叫胡书 这个书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个圈 最早最大 比西方菲德罗的百个圈 早了才三百年 这一次 胡书的上呢 一共 把这个八千种中华典籍里面 所有关于胡书的记载 都在这 它一共是这一册的出现呢 让整个永乐大典里面 一共是十二册二十四卷 胡书的全部连下来了 全部连下来了 你看 这有这个潮湖 就是赫飞志里面 什么记载的潮湖 嗯 我让你翻一下 我们还找了一下 就是胡乃乃 胡乃乃 胡乃乃 比如说胡乃乃书 你看看这个 书乎 是藏着 在藏着 就是这是书的名字 它里面 你相当于把八千种书重新 检索书的一个结果 再藏着书 再藏着书 在藏着书 对 后面是你翻一下 二绿九九 全部 这个机构呢 成立的目的是 收藏三本书 你说国家版本书 对 免得它的流失 马先生 它主要还不是上本书 咱们说版本的概念 是一切在有中华文明的再提 包括甲骨剪 清聪明文 防止甲骨一切 但是我想 这个机构的目的 根本应该仅仅是为了收藏 收藏是主意 另外我们还有研究 还有展示 还有对外宣传使用 全部都收藏 对外宣传使用 目的就是希望人家来使用 如果摆着看的话 是 没有完全进到保护工 是的 那你要开放国外能使用的话 它不能不具备一个投书馆的功能 我只是好奇 你在这方面里面有哪 将来宣传使用可能更多的是 靠书的话 在网络上 有书的话的手段 那也好 就是这样有一套东西 让他们就是摆在这儿 是 而已 应该能够 国家版本馆可以 国家版本馆说这东西 就是全部说的话 然后再开放 我只是关心这个 就是要任何一个对兴趣的人 都可以到这里来 或者包括其他的 包括电脑 能够找到他们要的资料 是的 这个功能没有打紧 我们设计的功能 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正在你去做这个事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去做 当年呢 这个明来的测风师叫秦可 他呢 哎 到 这个 秦可 到琉球 赦封国马 时间呢 您家居十三年 故意一五三四年 赦封归来 福建写上的这本书 写上的这本书 这本书里面呢 他明确的有记载 您请看这里 调一下 八日出海 八日出海 帮一望汪洋 然后十日 再往前看啊 九日 银银建一小舍 那小琉球营 明朝的小琉球 就是现在的 然后十日 南宫甚迅 甚迅 周行如空 然 顺流而下 亦不慎动 过平家山 过钓鱼 钓鱼 钓鱼就是现在的 钓鱼岛 过荒猫鱼 过赤鱼 日不暇夜 一周夜 三十之路 一周 就是流球的哈 一周翻小不能及 相识在后 十一日 西见古米山 来属流球人 古米山 就是现在的九米岛 这是我们研究钓鱼台的人 一定要读的 明确的 从土地里面证明了 钓鱼台 是不属于流球 说得很清楚 五米山一万 这个资料呢 在英国牛津大学 我也去看过 别有这段话 这是明代的南哥超法 我刚刚就讲说 你要做好一个收藏的功能 这不在话下 非常重要 但是一定要开放使用 流通了 要要要要 要要使用 要向他使用 永远把共产党 不算的 文化在流通 我刚刚一直好像没有听到你们讲 要怎么样 我刚才说 我们有一个数目 没听到的 还刚才讲的 这个实物的哈 马上还有这个 这个我们给你展示了一个 这些大名义同志 大名义同志呢 是名在了那个 英国初一之后 天顺年间 又编断的 也是当时 全国最详细 最完备的 全国的地理统治 当时一共呢 是90件 在第75件 泉州府 75件啊 泉州府的 这个澎湖语 这个条目下 您请看 澎湖语 自府城 东出海 东出周行三日 第澎湖语 在巨禁中环岛三十六 嗯 他抄了 世间吴的一首诗 记载了 世间吴是谁呢 是唐代县中 元和年经的一个状元 一个状元 一个状元 他呢 后来呢 就辞官了 辞官寻前仿道 晚年 带着他的祖人 开发了澎湖列巴 哦 定居澎湖列巴 他这一首诗 青骚海边 多鬼市 岛一居处 无乡里 黑皮年少 血彩珠 手把生息 照行谁 嗯 廉恒先生 在他的台湾通知里面 明确地记载了这首诗 二月份的时候 刚刚 这个台湾通知 简体版在大陆 出版发行 出版发行 嗯 这也是这个大陆人 开发澎湖列巴 的先驱 这个世间吴 还这个状元 你们有没有计划 把这些收散 数位化 然后让人 我刚才说的意思 就是我们的全幕 全面收到 全面收到 有计划 那个时间 有计划 刘雨昕正式到这儿 游览了之后 写下的那个陆史明 嗯 山不再高 有先 有论在那里 写刘雨昕 有论在那里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 这个天中山的名气最大 就在这儿 有小数都要背 是 这些 这是我们专门选的一些经理 我们马上来介绍 你们刚刚讲到 他们的计划 我们也有一个十年的规划 整个的中华的这个点击 包括现在微信 和宗教微信 十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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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点 哈哈 这也请社会各界 世界各界 来一起来来来 本界绝对支持 哈哈哈 谢谢 谢谢 是在这个 木天子传上面 像这个画像石塔片 这一类的福西米画像 也是反映了当时 古代的时候 对 人们对于神社的一种信仰 像在这种 木天子传里面 也是有这样的记载的 是在贝林博物馆里 对 现藏于先贝林博物馆 对 现藏于先贝林博物馆里 称为遭空西域 那在这一时期呢 思路版本的类型 主要就是 以剪毒为主 在丝绸之路沿线 特别是西北地区 出土了大量的 汉代剪毒 剪毒 是古代纸张芳以前 中国文件 最主要的载体 这边您看到的就是 现藏于 甘肃剪毒博物馆的 居延汉检 和玄泉制 汉代里长检 他们也是保留了大量 关于丝绸之路的信息 在这里呢 您看到的是一个 玄泉之地站的维缩景观 玄泉之地站 也是唯一一个 经过考古发现的 思路驿站 你看他穿着鞋子 夹脚脱鞋 对 那个就有了吗 他是在这个 这个模本 是宋代的时候画的 宋代的一个 一名的画家所做的 他们当时的这个 僧人呢 他的着装一般 都是属于这种 像这个圆画 所以他实际上 这个打扮 并不是日本的打扮 对 是的 他是当时这个 这个画作呢 有一个模本 是夹于东京国立图书馆 这个模本呢 是当时 就是模仿 当时宋代的这个模本的 所以唐朝秀 他极有像 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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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本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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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诶 这个 妹妹 好 再来一遍 三二一 八九学堂 三十段 在 给我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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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玉有脸 文玉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刚刚参观了西安国家版的本馆 内心非常的感动 各位都知道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 几千年前的文字 我们后人现在都能够变读 版本馆能够讲这么多古籍保存完好 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播绵延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个我就想到我们中华民族自果就有深厚的文化传承跟版本保存的意识与传统 即使中华文明历经沧桑 仍能流传下许多宝贵的典籍版本 记录历史 见证文明 台湾民间也非常重视中华文化 对于经典古籍的重视是存在于绝大多数台湾人心中的文化底蕴 古文的迷人之处 这就在他能够将博大精深的知识转化为言简意该的文字 经过千百年的变迁 仍然能够适应现代的需求 我在念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跟着当时在石门水库任职的妈妈 住在桃园龙潭的宿舍 那是67年的事 就是前年的 67年前的事 台湾既没有电视可看 也没有电晶体收音可听 晚上没事 37岁的年轻母亲 就常在登下课子 叫七岁的儿子念古文 记得启蒙的第一课 就是左传的正博课断语焉 我到现在都牢记在心 古人从小开始的经典教育 对一个孩子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同时古籍经典各式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 有许多现代的进步观念 古时候就着急有记载 例如1990年联合国大会决议 要求各国全面禁止渔民在北太平洋 使用流刺网drift net捕鱼 以免因为网目太小造成大小鱼都捕尽 而使鱼缘枯竭 但是各位孟子梁慧王篇早就说过 触骨不入乌池 鱼鳖不可生死也 在那个年代就有这样的概念 其实那个时候的周朝 如果你捕鱼不到一尺长的鱼 要丢回去 可见呢 在中国的历史上 环保概念一点都不生疏 那么所以这个我刚讲 博学的孟子就有保育观念 逐政中华民的先进 即使经过千百年时空变迁 人人与现代生活相结合 所以文言文的古文并不落伍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已经超越地域的限制 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资产 我看到大陆这几年打造几座国家级的版本馆 将再有中华文明印记和地方特色的印记 各种类的版本的纳入其中 不但保存了历史文化的宝藏 也为了中华文化留下了珍贵的种子 让传统经典能够跨越时空的翻离 重新活化运用持续传承下去 我个人非常肯定 期盼中华文明的古籍的智慧 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盏明灯 继续照亮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谢谢大家